排名第二的蔡阿嘎则因为近年来频繁购房 以及他对员工的慷慨福利而备受关注 尽管最近他因被前员工诈骗而陷入风波 他仍然以稳定的形象获得了不少支持 最近在社群平台Flyz上举办了一场最有钱的YouTuber投票活动 吸引了超过7万两千名网友参与 结果出乎意料的由周门多德第一名 他一百分之五十的得票率击败了其他知名YouTuber 如放火、蔡阿嘎和乌鸦 然而,许多网友对此结果表示质疑 认为最富有的应该是放火,并给出了理由 投票结果揭晓后,周门虽然赢得了冠军 但他自己却表示不相信这个结果 并强调我肯定不是网红圈里最有钱的那个人 这一言乱让投票结果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排名第二的蔡阿嘎则因为近年来频繁购房 以及他对员工的慷慨福利而备受关注 尽管最近他因被前员工诈骗而陷入风波 他仍然以稳定的形象获得了不少支持 至于乌鸦,他主要以加娃娃 一番赏汉开箱影片而闻名 并且拥有一家经纪公司热棍娱乐 这让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位资产雄厚的富二代 薄压诚公开表示 他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副业 甚至还展示过他三个月内支出的2300万存着记录 然而,在这次投票中 他意外的只拿到了最后一名 令许多粉丝感到惊讶 另外,有朋友特别指出 放火的财富实际上不容小觑 他们回忆起 过去YouTuber尊臣在影片中开玩笑说 放火家的地板和杯子里可能藏着金条 因此才显得那么重 当时放火只是轻松地笑了笑 并说自己只是来自一个小康家庭 然而,这段玩笑话如今再次被提起 引发了更多网友的热烈讨论 甚至有人打趣到 为什么放火只有21%的票数 据说他家的金条买满了整个新竹后山呢 而在底下也有网友开启了一轮新的投票 标题写着 台湾富人榜排名 其中有郭台铭等富豪的名称 但也出现了放火的本名 而投票的结果为放火以过半的票数得到第一 大家认为谁是最有钱YouTuber呢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最终 高达87%的网友投票表示 更加讨厌超派人生操哥 认为他的暴力行径有叫坏小孩之前 网友们纷纷留言垂机 出炉有钱就可以觉得打人没关系吗 这样真的叫坏小孩 超哥逻辑差 易怒 一项关于比较讨厌统神还是超派的网络投票 在短短一天内就吸引于5000人参与 结果显示高达87%的网友表示 更讨厌知名YouTuber超派人生操哥 认为他的行为有损教育小孩的榜样 这项投票最初是在网络论坛 TheCode的YouTuber版发起 题目是比较讨厌统神还是超派 这场投票不仅点出了网友对暴力行为的强烈谴责 也反映出原语上的错误同样会遭受大众撒罚 亚洲统神曾经在线上直播时 对主持人黄直角的一番争议言论受到广泛批评 其中包括没那么严重 我也想X卫成年等失言另一方面 超派人生操哥则因先前在自家餐厅被网红Twist批评食物难次而发飙 不仅努骂对方 更动手偶打Twist及现场工作人员 引发社会大众强烈不满 最终 高达87%的网友投票表示更加讨厌X派人生操哥 认为他的暴力行径有叫坏小孩之前 网友们纷纷留言垂机 出炉有钱就可以觉得打人没关系吗 这样真的叫坏小孩 超哥罗继差 易怒 还动手打过一户人员 简直是个小丑 统神虽然言语有失 但至少没真的伤害他人等评论 显示即使在网络世界的言语争议中 尸体暴力人被视为更严重 更加不能接受的行为 网友们倾向更加指责那些 动辄耳熟能详的名人 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 更容易对广大民众 产生示范引导的影响 若是卢超哥般言行私当 势必会对社会错误价值观的教育 埋下隐患种子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许伯汉简吃 内容欲教欲乐 言论不偏颇 霸宣小美 以搞笑故事为主 周门屡败屡战 具有正面形象 文章曝光后 立刻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有人表示支持 除了周门 其他我也认同 近来台湾网红圈风波不断 许多知名网红接连登上新闻版面 引发了广泛关注 从超哥欧打直播主Twist 玩小鸡在柬埔寨拍摄造假影片被捕 到百万网红周门哈雷拉因此 有非法药品招警方调查 实抗主统神因试言风波 导致YouTube频道被封 一连串事件让网友不禁好奇 林复评的YouTuber到底还剩谁 一名网友在TheCover的 以林复评YouTuber到底还剩谁 为提发文 列出了心中的林复评网红名单 并引发了热烈讨论 人P.O.认为 近年来YouTuber的翻车率实在太高 因此打算盘点一些 依然值得观看和支持的YouTuber 人P.O.列出的名单包括 HowHow Hook 宜人猜们 好味小姐 许国汉简姿 霸宣小美 走们 人P.O.解释了选择这些YouTuber的原因 HowHow 有趣且不低俗 是认证的好男人和好爸爸 Hook到哪都是林复评的小可爱 被称为YouTuber界的林依诚 以人猜们 内容励志和正能量 鼓励年轻人 并推广自己的理念 好味小姐 影片风格温馨且具娱乐性 产品经得起考验 许伯和简吃 内容欲教欲乐 言论不偏颇 霸宣小美 以搞笑故事为主 周们 屡败屡战 具有正面形象 文章曝光后 立刻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有人表示支持 除了周们 其他我也认同 也有网友提名 其他林复评YouTuber 例如 啾啾鞋将近林复评 千千 小短慢起家的阿啾 桑杰 然而并非所有网友 都认同这些选择 一些人认为 林复评是相对的概念 你的林复评 不代表是别人的林复评 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在那边 林不林复评的每个人 看待事情角度不同 同一件事会有人喜欢 不喜欢 也有网友提醒大家 要保持理性 不要过度神话YouTuber 没有谁是林复评的 有粉丝就会有黑粉 请不要把YouTuber捧得太高 大家对于这件事 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 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随着该议题的持续发酵 其他网友纷纷回应 提出了他们心目中的 清流YouTuber 这些提名包括了浩哥 赫克 莫采西 许伯简直 好味小姐 台湾知名网红 周门和雷拉 近日因涉嫌持有 非法药物被捕 此事件不仅对他们的 公众形象造成严重损害 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许多网友在PTT上 发起热烈的论坛讨论 探讨哪些YouTuber 能保持清白的形象 并指出一些 目前还算是 业界清流的网红 该起事件引发了 对网红文化的深刻反思 周门与雷拉 因大麻案件被揭露 迅速从社群媒体的高峰 跌落谷底 他们过去在YouTube上 塑造的人设 突然间被推翻 让粉丝和观众感到震惊 不仅是他们 近期台湾YouTube圈 似乎不乏高人气创作者 接连爆出负面新闻 例如蔡阿嘎 流氓以及老高等人的争议事件 都让公众对于网红们的真实面目 产生了疑问 在这种背景下 PTT上的一名网友 提出了对清流YouTuber的讨论 及那些保持着正面形象 远离争议的创作者 原发文者首先提到了千千 称赞她始终保持着 良好的公众形象 从不涉及负面新闻 连业配合作都处理得非常低调谦逊 千千以分享美食内容为主 以诚恳的工作态度和善良的本性 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和尊敬 被视为二灵镇的骄傲 随着该议题的持续发酵 其他网友纷纷回应 提出了他们心目中的清流YouTuber 这些提名包括了浩哥 赫可 莫采希 许伯简直 郝威小姐 金真姑 啾啾鞋 吉兰一鸣等创作者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 以正面积极的内容和形象 受到观众的认可 然而 也有批评声音出现 指出只要未被揭露的话 任何人都可能看似清流 这些怀疑论者提醒大众 不应该完全相信 网红所塑造的人设 因为那可能只是 公众形象的一部分 真实的个人行为和性格 可能与之大相径庭 大家对于这件事 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You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 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 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